南場冠軍工程戰 以及一場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斯托克特大嘴巴創始人 美國西海岸匪方精神領袖 大麻尼克迪亞茲 時隔6年的八角龍回歸戰 因為大流行暫停一年的UFC國際週 終於在這次的9月正式重啟 本週日作為國際格鬥週的壓軸環節 UFC266期的陣容也是誠意滿滿 那麼這次賽前預告影片 就帶大家快速的了解這場速度賽的比賽看點 那這也可以在彈幕和評論中 選擇自己最期待的一場比賽 當晚的頭條主賽是大地壓力三大 郭爾卡諾斯基與T神布萊恩奧特加上演的工程技 至少原本預定在今年3月的羽量級冠軍戰 因為大地缺者不得不推遲了整整半年 不過即便是生病 這段時間資本家白大麻也沒讓兩人閒著 分別作為主教練 帶隊完成了一季真人秀 這效率是槓槓的 不過歷代以來 羽量級冠軍就擁有小級別領袖的地位 但相比於國王奧爾多 嘴炮康納 田佑侯羅威 前幾任羽量級前輩 現任腰帶持有者澳洲大地應該是唯一一個最沒有排妹 也是最遭受質疑的羽量級冠軍沒有之一 儘管橫跨過三個級別 職業生涯十九連勝 八角龍內打上九勝零負的戰績 兩回合可以有小鋼炮門德斯 三回合完勝國王奧爾多 兩次殺人諸星推翻侯羅威的田佑王朝 以舊王尸骨 駐救自己的羽量級新帝國 但宛如龜塑流大師面粉伍德利一樣的雞賊打法 成為了觀眾並不買帳的主要原因 特別是在二番對陣田佑侯羅威復仇反撲時 備受爭議的艱難未免過程 似乎並不足以讓他就此安息做為羽量級王朝 特別是對於這次的對手 虎視擔擔的王位治愈者T城奧特加來說 侯羅威的兩度隱恨 只能標誌著田佑時代的正式結束 蒸發建立羽量級新王朝的歷史大人才正式開啟 在2018年冠軍爭奪戰中 頂替出賽給田佑侯羅威之後 折服兩年進化未來的T城奧特加 用一場大聲宣告自己重回頂級挑戰者的行列 縱觀T城11年的職業生涯 奧特加展現出作為格勒西最強全人的優良品質 19歲首秀擂臺就以德意姬三角鎖贏得了第一場勝利 死亡三角鎖之城故以得名 儘管UFC選手絕大部分都是擁有戰打衰柔 戰術完備的武器庫 但樣樣通一門精也是各家拳手的技術常態 事實上大地與T城的核心武藝都在於地面的控制能力 然而不管是身體數字更加好的力量 壓制瘤還是地面掌控能力更強的技術控制瘤 不誇張的說一旦兩人進入到地面大升級的攻防轉換 不押於一場纏鬥戲的決戰紫荊之鞭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 一旦澳洲大帝不能在這場帝國保衛戰中 接受住自己的統治地位 那麼歷代羽量級冠軍小級別領袖的歷史地位 將助力端送在他的手中 那麼澳洲大帝與T城你更看好誰呢? 其次是聯合主賽 當今八角龍中統治力堪稱爆表的女子銀量級冠軍 子彈瓦倫蒂娜、舍夫琴哥 將迎來第六次冠軍衛冕戰 而對手將是勞倫莫菲 從2017年將中來到銀量級之後 子彈姐用一場又一場的絕對碾壓 輕鬆奠定起了自己的子彈王朝 目前這場比賽 市場給付的賠率也是一邊倒的看好 舍夫琴哥-140 莫菲正800 意味著大家幾乎是看不到勞倫莫菲過剩的可能性 攤開紙面戰機來看 尽管超級下個勞倫莫菲 目前正處於五連勝的勢頭 但以38歲的年齡 幾乎在職業生涯的末期最後一次衝擊冠軍 確實希望渺茫 可以說目前子彈王朝沒有人可以撼動 儘管之前我們認為升級來到銀量級的 巴西女霸王安德拉德 可能會成為子彈姐當前最大的威脅 但事實證明 擁有頂級打擊能力的子彈姐 不會在任何時候給任何人機會 即便是在自己燒弱的地面纏鬥方面 依然能夠展現出自己作為全能冠軍 擁有的強大統治力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長期陷入無敵狀態的子彈姐 目前也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儘管穩坐女子贏量級王座 但也只是因為這個量級太久 沒有出現有競爭力的潛在挑戰者 反觀曾經的對手 如今雙貫加深 不斷刷新歷史的女士阿曼達 子彈姐什麼時候才能走出舒适區 實現歷史地位的自我超越呢 作為本年度國際格鬥中的壓軸系碼 UFC 266期 這次的陣容不僅是含金量滿滿 也是情懷一次性的直接拉滿 但可能對於很多老前迷來說 前面兩場冠軍戰的吸引力 遠不如接下來的這場情懷回歸戰 當晚的絕對焦點將是一場五回合 非冠軍、非頭條、非挑戰權的 中難級普通戰 能夠享受到這種超歷史待遇 也只有西海岸匪謀麻石兩兄弟 時隔17年5月024天 38歲的尼克迪亞茲 與39歲的前次中難級冠軍 羅比勞勒再次相遇 原本這場預定在次中難級的比賽 因為麻幫大男家九蘇戰爭 實在無力將中 在羅比勞勒的團隊照顧下 最終同意將這場比賽放到185磅 也就是在中量級下進行 雖然不用減重 但讓兩位老年人上來就打5個回合 不知道會不會吃不消呢 2004年 拉斯維加斯的一個暴風里之夜 UFC477 24歲的尼克迪亞茲 用自己經典的鐵下巴 獨門絕技棉花拳 標誌性的斯托克特的大耳巴子 以及一擊驚世骇速的迎擊拳 KO掉了當時已經8勝一負的羅比勞勒 這場比賽不僅成為了麻大在UFC的經典成名之作 也成為了羅比勞勒 早期職業生涯中含有的敗祭之一 之後的17年時間 尼克迪亞茲跳槽成為了 斯托克霍勒斯的次中量級冠軍 以及回歸後 UFC次中量級冠軍的挑戰者 而羅比勞勒也成為了 Elite XC中量級冠軍 和UFC次中量級冠軍 雖然如今兩人都已經是功成名就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因為要減陽性 以及拒不上腳罰款 而被頂格處罰的尼克迪亞茲 具體他上一次比賽已經過去了2430天 更加殘酷的是 尼克迪亞茲在近10年來沒有贏得過比賽 而這次的對手羅比勞勒 也是近5年來6場比賽中 只拿下過其中的1場 當然 對於很多全民來說 這次尼克迪亞茲與羅比勞勒的阿凡戰 結果如何並不是重點 關鍵是 能不能讓大家看到 人民群中喜聞樂見的馬之之心 好的 我是走速 以上就是UFC266期賽前預告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也喜歡格鬥 喜歡這支影片 不妨點個關注 鼓勵一下 我們下支影片見